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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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对皇上忠贞不二 她姑姑把她养大 向她求情 皇后也没有办法拒绝 这次圈禁 皇后已经知道错了 皇上您又何必 死死地揪着不放呢 她现在天天以泪洗面 要是把身子枯垮了 宫里宫外地传出去了 会影响到皇上的圣德 胡尚仪的口供我已经看过了 她这样一个人 连太后都在替她求情 她偏偏会选择自尽 我根本不在乎皇后 是不是在替她姑姑做事 我最恨的 是孩子小产 她都不告诉我 我替她向皇上认错了 她胆小 小产这件事情 她都不知道该怎么 向皇上说起 您要罚 就只管罚她 只是不说句明白话 就让她这么不吃不喝地熬着 皇上于心何人 她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这么提的求情 干脆我把她废了 立你为后 我可不敢做此相 愿皇上 以顾全体面为律 我只怕外人不解 又生多少流言 以泪圣德 就是太后 其他宫眷 也会惊扰不安的 你容朕再想想 多谢皇上恩准 这些天 你再见一下徐斌吧 他答应我 静难遗孤大事一了 就会永远地离开北京城 我驾崩之前 终身步履故土 正巧 郑和要再次下西洋 他上折子说 愿意一同前往 我准了 道个别吧 我知道了 什么时候 那好刀 好 我估计 のは又没有 你不要划算 别划算 我们在这间 为何人家的 我特别划算 问皇上圣宫敬安 朕安 皇上请皇后梳洗之后 去请宫敬见 我穿什么衣服 您是皇后啊 臣妾胡善想 凌旨歇安 臣妾胡善想 给皇上谢罪 哭什么 我恨我自己 没有脸见皇上 只求宿死 为什么 当初皇上还是太孙的时候 把如意递给我 对我 是再造之恩 我当时心里就想 如果我这一辈子 会为了皇上而死 那是这个世上最开心的事情 是言犹在耳边 我却做了措施 百死莫输 不 cry 着 你 静人 你 你在秦宫里日日以泪洗面 再不劫你拳击 生命堪忧啊 当真后悔了 我这些日子 只想自己 身边的人看得紧 要不然 我已经见不着皇上了 我睡不着 头发也掉了 昨夜 我在梦里醒来 我才发现 我对皇上 如此依恋 越想越后悔 这下个故事 是 我睡不着 你自己就看见 您怎么听 谢谢 你怎么听 不是 我要了 我 叶秋 你进宫几年了 我十四岁入宫 已经六年了 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你们眼里 我没有侍奉过 但听人讲 她是个心机很重 牙字必爆的人 我悄悄地把安哥给埋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可惜她 只是嘴上不敢说而已 我省你比嫁妆钱 到年底 就早早地出宫 皇妃 我做错什么了吗 徐滨大人奉旨来拜 皇妃 臣徐滨拜见皇妃 我封圣旨来向皇妃辞行 我封圣旨来向皇妃辞行 什么时候走 应该就是这几天了 去哪儿 船到哪里 或便到哪里 还回来吗 我答应过皇上 他不驾崩 终身不履孤土 如果有幸还能回来 固埋家乡 定会再来拜回皇妃 只怕到时候你回来了 连我的坟在哪儿都找不到了 不会的 便是死后 伤穷逼辱下皇权 我们也能相逢 今天是皇上派人送我过来的 我就不多耽搭了 请皇妃擅自珍重 义气未来 等等 等等 皇上 你说过 如果再出海的话 就会带着我一起去 现在你自己走 我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走 皇上的一颗心 放在你身上 我不走 他心不能碍 我不走 我的心也不能碍 一想到 你要在另一个屋檐下 吃饭睡觉 高兴不高兴 躺在另一个人的身边 我疼得就好像心 被人活活挖住了一样 这话我平时不敢讲 可未来世事难了 我把客死他下 就没机会说了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徐兵哥哥 这么多年的辛苦 总算没有辜负我 你记着海上有风 那风就是我 有雨 那雨也是我 明月升起 请你出来观看 因为我也在看 只要你在天空下 任何一个地方还活着 只要你活着 我就怎么都好 即便死去 也不过是 暂时不见面而已 不在那里 事儿anti 苗东西 就像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你倒是一样的 这句话 那我送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心中制补间 何必问神仙 你们都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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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滚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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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并列上 若有她的骨氏 也一并取来 她的年龄 我不知道 她的深辰八字 也没人知道 胡尚仪三个字 尚仪是她的官名 我只知道她姓胡 其他的一概不取 她的骨氏 我去左家庄华人厂的时候 她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和那些紧承的倒窝 年老的内奸 烧了混在一起 卖给了金江的农民做肥料 好像 她从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 除了我 没有人还记得她 她是你什么人 恩人 女施主又是何人 还记得了 金岛长 不要再问了 这个罐叫黄粮罐 里面有个故事 大唐开元七年 有个姓卢的读书人 赶考落地 经过邯郸 碰到吕祖吕洞宾 吕祖拿出一个瓷枕头给他 卢生依枕而眠 在梦中儿孙满堂 荣华富贵 活到了八十岁 后来结党营私 被朝家砍头 卢生一惊而行 左右一看 殿主人争的黄粮饭 还在锅里没熟呢 他只是做了一个梦 而我心中的用份焦虑 都是真的 我朝朝半夜退阵而起 疼得无法呼吸 当着 你若有吕祖的枕头 能否借我一用 我好把这些事情都忘了 我关女施主身份高贵 又何必来问我要吕祖的枕头呢 沧海浮生如梦如幻 这八个字送给你 你威风啊 听人说你吃了一只黄虫 那滋味可不好受了 那滋味可不好受了 黄虫咬到嘴里 那绿色的粘液 你够苦又涩 恶心似人了 这会儿还让不让人吃晚饭 娘 你怎么不马上给他吐了呢 今年京江闹蝗灾 所到之处是赤地千里 这乡野里的神棍啊 居然还修起了皇神庙 更鼓动当地百姓 给我上万民书 要我去祭拜皇神 这皇神算什么东西 当得起我这一拜吗 于是我就派人拆了皇神庙 又下到田间 抓了一只 我就问他 皇神是吧 有本事 你就来吃我朱瞻鸡的五脏六腑 别糟蹋我子民的收成 听说了 皇上啊 诚感上天 后来皇城都飞走了 是飞走了 可惜啊 是吃完庄稼才走的 我这个儿子啊 就是让人担心 我听说 前几天你跟皇后闹一起 皇后小产了 皇妃现在也怀上了 我可把话说清楚啊 你要是不把孩子护好了 我可不饶你 皇妃怀上了我 我怎么不知道 太医来报的喜脉啊 这个皇帝 有吃黄虫的精气神 操心一下我报孙子的事 岂不是更好 那是自然 快去吧 屁股上都长刺了 是 乡下人唱歌啊 黑老瓜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唱的就是她这个样子 行 我陪娘亲吃完饭再走 快去快去吧 好嘞 皇冲的事别再说了啊 知道了 皇上 皇妃睡了 皇妃生病了 有一点烧 你下去吧 是 醒了 皇上回来了 太医来过了吗 太医来过了吗 开了什么方子 怎么就能着粮呢 太医来过了 说就是季节转换 受了点寒粮 没有什么大碍 我就想着孩子在身上 就不吃药了 都睡一睡就好了 有了喜脉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去太后那儿 还是太后告诉我的 她老人家说 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要保住 否则她可不宜 我本是想先告诉皇上的 这不皇上去了京郊 处理皇灾吗 那我就先告诉太后了 我知道你今天回来 本就想小睡一会儿 就马上去做帮 不想皇上就到了 好好护着我们的孩子 将来我给他起名字 以前我以为当了皇上 就会逐时顺矣 其实不然 那就像是一个人 在迷恋山顶的风景 可真上去一看 不过就是一片碎石 鲜花野草 还有毒虫猛兽 可到了那会儿 下又下不去 躲又躲不了 皇上 你也累了就在这儿睡吧 我要看着你睡 好 三个老苦瓜又怎么了 你还能睡得着觉吗 我真羡慕你啊 你不用羡慕他 明儿个内阁垮台 我们三个人就回家种地 养鸡去 让于谦做这个首辅 到时候他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怎么啦 汉王已经近时第四天了 朝野哗然 跟皇上说了吗 皇上前几天去京城视察农天 祭拜天帝 就没拿这些事烦他 现在汉王闹成这个样子 不告诉他 是不行了 第四天了 这 这怎么可好着 他是皇上的亲叔叔 皇上亲口对天下人 说不傻的 他来个近时而死 皇上竟然不知道 你们是搞什么鬼吗 是 单单近时也就罢了 汉王喋喋不休地说 他说的那些话 没人敢跟皇上说 说什么 都是他旧时的功劳 他靖难的时候 是如何如何地 英勇作战 他跟随太宗皇帝 五次征北 是如何地舍生妄死 为国家建功立业 现在他无罪而罚 太宗皇帝就是 死在谁的手上 含冤暴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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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隔墙有耳啊 坐坐坐 这笔旧账可翻不得 是吗 汉王是疯了吗 他不是疯了 他聪明得很 他这是逼着皇上 自己出来应对 皇上打赢这一仗 不宣布罪名 也不许使官记录 想把他圈金到老 汉王是何等人哪 他岂能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他这一嚷嚷 本来没多大的风浪 现在一下成了朝阅的矛盾核心 礼部的那些官员 给皇上上了一个争群的折子 皇上又留忠不发 汉王那些旧部联合起来 明天要大闹朝堂 要求我们内阁辞职 逼着皇上亲自出面 把汉王的事情说明白 说明白 他们真是不要命 皇上是少年弃圣 能容得下他们吗 一顿亭仗就打杀了 你笑什么呀 杨浦大人胡子嘴白 眼光最浅 我真是无话可说 你说什么 一顿亭仗封不了天下人的口 皇上要平息舆论 怎么办 参加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们四个 参加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们四个 皇上要借我们的人头一用 是借 还是不借 有了十二年 我跟着你去城北 我跟着你去城北 最后来我是大破阿鲁台 此外 我答应是大延下人的 他也想到一顿亭仗 只有十二年 何必要想到的 汉王造反 查无实据 他是要割据吗 他是要自立年号 称顾倒寡吗 没有 他带领的军队 集体投降 并无战事 这是郁家之罪 查无实据 我去 汉王的军队盘踞山东 威胁直立的时候 你们中间有多少人 悄悄地给他写效忠信 以为朕不知道吗 朕不过念在新朝开始 不想增添太多的力气 故而没有追究 朕不认识 现在可好 等鼻子上脸 当众为反贼说话 劝尽轻足 这 闭嘴 杨格朗 皇上 你统设六部 你统认识 现在李部的人 当庭向朕发难 你就在一旁看哈哈 皇上 之前李部 也曾上过折子 皇上 一直留忠了 留忠不发 是为了保全你们 皇上 这让你说话了吗 来人 把他给我插下去 打停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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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都是内阁处理不大 要打停仗 打我们吧 是 早就该打 还有谁想挨打 皇上 臣奏行 切除汉王宣祭 这 是 把名字一个一个地记下来 慢慢打 好 二位 拍刀的时候 也不能就我一个人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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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皇上 皇上 你们是来帝慈成的吗 拿来 皇上 汉王的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今儿是第五天了 他就是铁打的 这么不吃不喝 自觉而亡 将来皇上 怎么向天下人交代 怎么向宗族交代啊 我不用交代 方才是你说的 是他自己 不吃不喝 自觉而亡 与我何干 他已经近十五天了 到第五天 你们才告诉我 朕没走远吧 这么大的事情 为何不密奏 非要在朝堂之上 让朕难堪吗 皇上 汉王 汉王突然来了这么一下 我们也很头疼 尤其是他在屋里 不停地说话 说累了就睡 醒了就说 派去的太医 连门都不敢进 家里的佣人纷纷辞工 他那些大逆不道的话 也就都带了出来 他的话 大多都是恶意诽谤皇上 为自己歌功颂德 臣就是有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按原样 学给皇上听 臣不知该怎么办好 只能求皇上出来独队 是 我这送上门去 必定会自取其辱 可他现在又不认罪 我是打也打不得 杀也杀不得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皇上 两位王爷在葬礼上说的话 震惊天下 他们的仗虽然打败了 天下的军心民心 也被他们搞乱了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 认为皇上如此优待他们 一定是心里有鬼 现在汉王这么一闹 推波助澜 已经无法收拾了 皇上 凡事需要素本清援 太宗驾崩 总得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为后世儿孙计 为天下军心民心计 我原本是想把这件事情 安安静静地给淹下去 可他倒好 以为我软弱 散步谣言 蛊惑民心 我知道 这么些年 他在朝堂之上 盘根错节 余党众多 好啊 这个时候都跳出来了 他三十万大军摆在朕的眼前 朕都不怕 区区几个过躁的文官 是想来试一试朕的刀 快不快吗 皇上 要杀人 有王法 太祖皇帝有遗旨 一日不杀阎官 铁杯就立在宫外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食笔如铁 我是怕皇上扛不起呀 皇上 这仗打完也一年多了 现在汉王要自尽 这不是个小事 杀人莫过于竹心 但让汉王开始吃东西 得让他出来把话说明白 太宗皇帝是怎么驾崩的 他为什么要当众造这个谣 要不然记入史册 那怎么得了啊 这一朝 岂不成了笑话 汉王久在军旅之中 他有很多的亲信将领 他们看到皇上 态度暧昧不明 凑起来为他冥冤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靠兴大狱当庭殴打官员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就算是官员闭嘴了 那军队呢 军队要是乱了 那该怎么办哪 皇上 我们三位可以辞职 可皇上您往哪儿退呢 皇上 皇上 圣躬金庵 朕安 朕安 汉王妃请起 太后这些日子经常念叨你 有时间去宫里陪她打打牌 抬进来吧 我给二叔准备了一些血连林芝 还有一些上好的人参 给她滋养身体 二叔仁呢 这次都说撤不下来了 我和老三带着三千银 掩护皇上的老鹰后腿 仗大得跟滚血团一样 跟他们连上撤都撤不出来 我跟老三说 你们不能存着撤的心 你们要往前猛攻 要把达达和瓦剌都打疼了 皇上老鹰才能安然无恙 老三说 阿哥 打吧 咱们不死就是赚的 结果我们活捉了十一个达达的王爷 快起来吧 不然皇上到榆牧川的时候 周围没有一个兵将 用的一家人 伤识 计划 癫 达 那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